Hello 大家好 我是哲寬 今天是我们塔罗牌自学的第五集 所以我们要来讲的是教皇的牌翼 好 那一样我们就是会把教皇的图像 传统牌翼延伸观点用比较快速的速度 把它给带过去 让大家对这张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做这个系列啊 最主要也是想要让大家 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跟简单的方式 来了解塔罗牌 就不要觉得塔罗牌好像一定要 背很多的神秘学 或者是说一定要往学术研究的方向去前进 好 所以我们一样会把这些 包括生命连数五的特质 用生活化的方式教给大家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教皇牌的介绍跟解读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牌面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好 教皇他身上穿的是一个 跟可能跟宗教比较有关的一个长袍 然后是红色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条纹 那下面呢 则是有两个信徒 教徒的感觉 好 所以这张牌他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好像很庄严 好像呢是一个可以带领我们前进的身心灵导师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好 所以我们这边所描述的教皇 他就是代表是一个信仰 代表我们的精神 或者是帮助我们有一个精神寄托的一个对象 好 所以教皇他代表的也是一种精神指导跟传统 好 那这边我要稍微提一下传统 他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其实教皇牌啊 他的传统代表的就是那种 比较像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 或者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个性 可能是比较偏向保守 好 那这样讲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个跟宗教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 因为宗教 比如说像佛教 或者是道教 或者是基督教 他其实都是一个很久以前流传下来 到现在还是屹立不咬的宗教 所以他不会被消灭 他也不会就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中间他就累积沉淀的 非常非常多的传统或者是文化 所以宗教他是蕴含着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他就不是只是说他只是一个信仰 他还有包含什么哲学观 世界观 宇宙观 宇宙观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 所以这里教皇他所代表的传统 就是这些累积下来的 不管是知识也好 然后不管是哲学也好 不管是信仰也好 他累积非常非常多的传统 好 所以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现在我们都是在追求一个身心灵上面的平衡 所以大家越来越不喜欢太传统 或者是太古老跟死板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尝试创新 我们在尝试就是找到更加平衡 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心思想跟信念的状态 好 那这个就会跟我们传统的宗教是有点抵触的 对不对 好 但是以前的宗教他也是这样 比如说像佛教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佛陀 在可能在传道 然后在讲经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角色 其实在其他的宗教 在古老的宗教看起来 也是一个在变革 在挑战传统宗教地位 但是后来佛教 他一直流传下来 他也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好 所以 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 他一定都是有一个变革 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呢 慢慢的累积了很多东西 才慢慢的被我们视为是一个传统或者是老古版的形象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宗教他并没有好坏 那只是要看我们人去怎么看待他 还有我们对宗教的想象 我们对他的寄托 精神上面的一个慰藉 他可能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 在生活不顺的时候 在生活有烦恼的时候 他可以让我们精神有一个可以靠岸的地方 好 所以这张牌他所要传达的含义 其实也是很多的 好 但我们今天没有要讲那么的深 没有要谈论这张牌 谈论好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带过去 好 所以教皇他就是代表信仰跟宗教 他也代表智慧跟学问 如果说你今天在问问题的时候抽到这张牌 他可能跟你说你需要学习 你需要找到自己的中心思想 或者是说你要去确定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好 那在传统的牌译上面 教皇他代表的是精神指导跟智慧 象征精神上面的这个指导跟智慧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今天在学习一个东西是为了什么 好 所以教皇他就不是只是为了学而学 他是有更深层的意义 就是我今天学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我要学会什么人生上面的道理 人生上面的智慧 好 那传统跟信仰 就我们刚才有谈论到的 对 可能是遵循传统 重视伦理跟道德 那教育跟学习的部分呢 就是他在跟我们说 教育跟学习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应该要去学 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 好 那在传统牌译的逆位上面啊 他就是会比较偏向反抗权威 就是有点反过来的 或者是缺乏信仰 或者是更极端一点变成保守 还有封闭的状态 好 那教皇逆位 其实在我看来 还是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比较像神棍 或者是比较像是洗脑的感觉 就是说你今天学习的这个东西 它已经不是一个正轨 或者是说 它是别人在给你洗脑说 哦 这个东西很好 这个东西很棒 然后来信仰我们 你的人生就会变好 这个就是塔鲁牌 他一体两面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 对 就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只有百分之百的好 一定都会有另一面 百分之五十的不好 对 所以百分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平衡 在我们的人生上面 才是会比较顺遂的 好 那教皇延伸出来的观点啊 就是精神与智慧 他在提醒我们 生活中就是要有一些 比较深入的智慧 或者是深入的去观察 我们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寻求内在的智慧 然后应用在生活里面 好 所以其实教皇牌是很入室的 入室就是说 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东西 它不是虚无缥缈的 它是让我们可以 真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让我们安心 然后这些智慧是可以用在我的什么工作 感情或者是金钱上面 我可以很 把它很入室的用在我的日常生活 所有的地方 好 那传统跟信仰 就代表说 它可能会有一些规矩 是需要遵循的 那这些规矩就是 这个宗教或者是 这个信仰 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 好 但是 对跟错啊 它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又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在宗教里面 它就会 比较会去规范说 什么事情是对 什么事情是错 对 这个是很常在宗教里面 会发生的事情 对 但是宗教里面 也有很多的矛盾 对 比如说可能佛教 佛教它 每个人诠释起来的佛教都不一样 每个人诠释的佛学都不一样 有些人会说这个 我认为的对跟错是这样 可是呢 有些人会说 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对错 而是看每个人的角度 是怎么想的 对 所以其实宗教里面 又有很多的矛盾 每个人的心中的这个信仰 其实都不一样 好 对 那教皇也在跟我们说教育的重要性 抽到这张牌 其实就很像老师 在教学生 在带领学生的感觉 好 那尤其是身心灵老师 就更符合教皇牌 这张牌的形象 好 那再来我们要讲到 生命灵数五的特质 好 数字五的特质啊 它就是自由跟冒险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五号人 你会发现哦 你很喜欢探索这个世界 但是你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边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五号牌是教皇牌的原因 就是五号人一直在找寻 自己的人生信仰 跟你们的中心思想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我去学的很有意义 然后我会一直 学下去 然后我会一直想要把它变成是我的专业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五号人它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偏向老师 或者是宗师的命格 就代表说当你有信仰之后 你会把这件事情传承给下一个人 传承给你的学生 这就是五号人可能要去学习的事情 好 但是你们在找到你们的信仰之前 你们会非常的飘 就是可能东飘西飘的 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但是就很向往自由 很向往这种 一直在学习各种事情 因为你们通常都多才多艺嘛 就是学什么其实都很快 但是要你们就是专精在一个领域 其实是非常难的 除非这件事情 它就是你人生中必做的 或者是它成为你的信仰 那你就会脱胎换骨 你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五号人 可以做一些创造力跟沟通的工作 因为从这些工作上面 你们可以遇到更多的人事物 去拓展你们的视野 那也更容易找到你们 此生的信仰是什么 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测验 请解释教皇牌在神秘观点中 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那如果不知道 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讲解 逆位的教皇牌意 它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再来是讨论题 讨论题就没有标准答案 教皇在你的人生中代表了什么事情 那请分享你的经历 好 那再来就是你如何运用教皇牌的特质 来提升你自己 那可以把答案留在我们的留言区 好吗 好吗 好吧 好吗 好吗